这是我见过最牛掰的狙击手 今天他接到的任务是狙杀20头野猪 子弹却只有19发 他不光要做到枪枪毙命 还要做到一枪双雕 史蒂文这次能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小时牛刀过后 史蒂文准备大开杀戒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 二师兄应声倒地 野猪群随之四散逃开 只剩一头瑟瑟发抖的猪仔守护在身旁 随着瞄准星的跟踪 这头二师兄也要倒霉了 只听啪的一声 这一粒花生米 直接击穿了野猪最致命的部位 不得不让人赞叹狙击枪的威力 此时一头体型较大的野猪出现视野 由于说的阻碍 史蒂文只能等待时机的到来 就是现在 史蒂文果断扣动扳机 野猪应声倒地 两腿一蹬这一辈子就过去了 紧接着又一枪 这头野猪也一命呜呼了 二师兄到死也没弄明白 自己是怎么没的 接着又是一头倒霉的二师兄 刚刚爬出山坡就被一枪带走了 继续等待了五分钟后 一群贪吃的二师兄出现视野 本着目标越集中就越容易一箭双雕的理念 史蒂文深吸一口气 观察着猪群的一举一动 机会来了 此时不薄 何时不 史蒂文果断开局 漂亮 两头野猪应声倒地 然而后面的目标 对史蒂文来说 有如探囊取物一般 经过几个漂亮的甩鞠 今天的任务 完美拿下 真是应了一句老话 枪再好 也要分谁用 不知史蒂文接下来 会接到什么更棘手的任务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您感觉史蒂文的枪法怎么样 欢迎评论区留言探讨 视频仅供观赏 各位朋友可千万不要魔法 一圈三连球关注 我们不见不散